全油管最快新闻央视网报道 近期校园霸凌事件频发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要解决校园霸凌问题 关键在于零容忍 必须实施有效的惩罚和预防措施 校方、司法机关和家长应共同努力 确保对霸凌者施以严厉惩处 同时要加强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专家指出 应结合具体案情准确处置 不应因年龄考虑而妥协 校园霸凌的问题严重性不能再被轻视 必须引起各方高度重视和行动起来 以为护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